以前來看,以開發Python來看 Eclipse環境其實我是覺得已經相當的方便了 像剛剛同學問到一個問題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一些程式全部註解掉的話 我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選這個範圍之後 按個Ctrl加斜線 全部註解 那如果說你希望全部都不要註解 再按一下Ctrl加斜線 又不要註解 所以有的時候我比如說寫了好幾種版本 那如果說我要改寫 我不要把舊的刪掉 因為刪掉下一次就找不到了 那我可以怎麼樣 先把它註解掉 我底下再寫第二種版本 註解掉再寫第三種版本 那這樣的話 避免就是因為你直接刪除就找不到舊的 你可以不同版本 就可以互相切換來測試 這第一點 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你要使用什麼 使用那個裡面的除錯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什麼Debug 有沒有看到 我們之前是用這個 如果你要讓它 像同學提到的 就是讓它可以足航 或者是讓它可以中斷的話 這邊的話請注意 旁邊有一隻湊蟲 這個就Debug OK 第一個我要用它 但是呢 如果你要用它的話 你還要配合一些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的比較常習慣就是像中斷點 像VBA裡面有 因為我想要查看的是什麼呢 是這個S裡面到底它放了什麼東西 因為迴圈有時候跑跑跑跑跑太快了 那我根本還沒看到它裡面放了什麼 它就輸出了 所以我如果希望讓它一步一步的讓我看到裡面放什麼 那我可以在這邊加一個中斷點 所以你可以在這一行的前面 加一個中斷點 中斷點的位置請你加在這個區塊 比如說我第四行 你就在這邊點兩下 點兩下 有沒有 這個叫中斷點 那如果說你希望呢 程式跑到這邊 讓我停下來 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的話 那我的習慣喔 不過特別注意啊 因為如果你停在這一行它不會執行 所以像我的習慣喔 我如果希望讓它再往下跑 又停下來的話 我會在它的等於是下一行吧 下一個地方又再多一個中斷點 反正多幾個中斷點讓它停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直接執行這個湊重 按下它之後呢 不過它會問你說要不要Save 按OK 把它Save 接下來你會發現它會跳出這個畫面 它會問你說呢 請問一下你要不要幫你切到另外除錯環境 然後當然一定要要 所以這個把它Remember 然後Yes 不過特別注意喔 它實際上是幫你從現在這個模式喔 切到旁邊這個模式喔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切 它是從這邊切過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從除錯模式再切回來的話 請注意喔 機關在這裡 沒有找不到喔 有時候切過去 機關回來回不來了 很多同學不知道喔 所以我們Yes之後呢 它會從這邊切過來 Yes 好你會發現喔 現在是除錯模式對不對喔 你會發現它城市也跑了 跑了之後的話呢 它已經停在這一行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底下有綠色的 表示城市正執行到這裡 那特別注意喔 你怎麼知道說 目前的這個專案裡面 變數喔 裡面到底放什麼東西 那各位可以看到 請各位觀察一下 城市的什麼呢 欸 這邊有一個有沒有 它的右上角 不過我是覺得 它這個環境弄得不是很OK啦 如果說你想要觀察 I裡面現在放什麼的話 你會發現喔 I點它一下 下面會告訴你說它是INT 裡面放1 那如果你要追的話 其實看旁邊也可以 裡面是1 那也就是說 我現在這一行還沒執行嘛 那我讓它再執行 那再讓它執行 請你點選這邊 或按F8 好把它下一行 點一下 它會跑下一個 欸 你會發現它閃一下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追等於2了 意思就是說 剛剛按一下之後 它這個追等於2 那S現在裡面放什麼 有沒有發現 當追等於2 可是2還沒執行喔 它只有執行1喔 那如果你再按一下 欸有沒有發現 串過來了 那裡面喔 如果你要詳細的內容的話 你會發現呢 這個是我們Console裡面看到的 但實際上裡面是放這個 OK 那也就是如果你把它動一下 它就跑一下 動一下就跑一下 有沒有發現 那剛剛可能比較難理解的 就是說 我們跑到哪裡呢 跑到9的時候有沒有 那我多增加一個換行 這個地方喔 跑到這裡 你會發現喔 它追已經跑完了 那我這邊底下多一個中段 意思就是說 我要讓它換行有沒有 那剛剛呢 跑到9 不過這個有個缺點就是 它這個有時候寬度 有時候還要自己在那邊 喬一下喬一下 不過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適應它 因為我覺得 它這個儲存環境當然跟 VPA那個環境比起來 還是弱了一點點 但至少我覺得看用 那這個地方呢 跑完一次之後的話 我希望它換行的話 所以你會發現 我底下加了這一行 那把它執行一下 它就跑了這一行 有沒有發現喔 後面的都加一個什麼 關鍵來了 就是加一個這個 換行 所以它才可以換下一行 有沒有 然後再換2 換3 3 以此類推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去繼續去觀察裡面的變數 游標可以點它啦 然後底下它會串 這邊也會讓你看到 OK 所以底下 那另外如果你覺得 OK了 我已經覺得 跑完了 那我覺得也應該也大概知道一下 裡面的變數 情況之後 那我希望讓它停止 並且回到剛剛那個模式的話 特別是喔 如果你已經OK了 我已經大概知道情況的話 一 請你點選上面有個停止 先把它停掉 旁邊這邊有個停止 這個也可以啦 你點這邊跟點這邊一樣 OK 先把這個除錯模式停掉 二的話呢 請你把它切回去 切回去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關鍵在 注意看右邊 從湊蟲模式 改回到那個PiDiv的模式 點回來 OK 這樣的話呢 就恢復了 另外喔 特別是喔 這個中斷模式喔 只有按這個錯重才有效 如果你按這邊會不會有效 會中斷嗎 你會發現它不會中斷 OK 所以喔 特別是喔 如果你有中斷點對不對 你只有按這邊才會停下來 按這邊是無法停止的 應該可以懂到邏輯啦 因為這個環境喔 我講過 除了可以開發Python之外 開發Java 開發PHP JSP 反正一堆CC++ 都也是類似的方法啦 只是喔 雖然可以做除錯 但是如果跟那個 剛剛提過啊 在VBA裡面除錯 感覺好像 VBA的除錯 感覺好像 比較人性化一點 而且 比較 我是覺得沒有那麼多的 什麼 畫面切換 友善度來看喔 好像VBA會比較友善一點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也許喔 玩玩看這個除錯 湊重的功能 這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呢 也許再想一下 我們後面還有一題喔 如果我希望呢 利用回圈 幫我寫出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什麼呢 一個正向的信號 這個星星總共有幾個呢 有13個 1 到13 欸 1 2 3 欸 那你想說 如果今天要輸出像這樣子 那一定是for i 等於 什麼呢 i in range 1 到14為止 那再來做什麼 欸 printer printer幾顆星 OK printer幾根 如果是i等於1 printer一顆星 i等於2 printer兩顆星 OK 意思類推 那你要怎麼樣 剛剛好 這第一題喔 第二題的話呢 請你怎麼樣 把它反向 13到1 欸 13到1 然後 這個也是13 另外的話 剛剛本來是怎麼樣 本來是這樣的一個三角形 請你把它改成這樣的三角形 關鍵在空白 OK 好啦 反正就練習 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就是先玩玩看除錯環境 如果這個環境OK之後的話 第二個的話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 利用這個FOR回圈 輸出我們要的三角形 1到13顆星 OK